主料,豆角300克,肉100克,辅料,油,盐,八角,花角,桂皮,香叶,生粉,料酒,大蒜,红辣椒,花角,准备时间,两小时以上,制作时间,十分钟内,姜干辣椒,花角,香叶,八角,桂皮和盐等调料,放入锅中加入适量的水。 大火煮开后再煮上三至五分钟,将洗净的新鲜豆角切成小段,将切好的豆角放入无水无油的干净瓶中,将煮开的调料水趁热放入瓶中,将碗从上面盖住,再倒扣过来,在碗中加适量的水蜜蜂,一天后,倒掉水,将腌好的酸豆角取出,将切好的肉丁放入碗中,加入适量的盐,生粉,生抽等调味了。 搅拌均匀,腌制几分钟,准备好其他的材料,酸豆角,鲜鲜辣椒末和蒜末,将锅烧热,加入适量的油,下入肉丁翻炒,待肉丁翻炒变色后,下入红辣椒末和蒜末。 翻炒出香味后加入酸豆角,一起翻炒均匀,最后加入点胡椒调味即可,盛入盘中,烹饮剂末,一酱干辣椒,花椒,香叶,啪椒,桂皮等调料放入锅中煮剩几分钟,让调料味充分释放,而豆角切成末,放入无水无油的干净容器中。 这样切碎的豆角发酵更容易,三煮好的调料水,要趁热放入准备好的豆角末中,这也是加速能加速发酵,私用奶倒扣后加入水隔离,这样更密封,更能阻止空气进入,五酸豆角用肉丁一起翻炒吃的口味更好。 加入点红辣椒和蒜一起炒,不仅更有味道,而且起点缀,六酸豆角在腌炫过程中一加入盐等调味料,因此在最后炒之过程中,只是加少量的盐或不加盐,加点胡椒,味精调味即可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